現在真的大外宣大內宣 好像是不是有點失靈要換一招 國產疫苗我們昨天在談 好像感覺起來 蔡總統跟很多的 不管是副總統前副總統 感覺要棄傳了 就是說現在國產疫苗 我們先擺一邊吧 新的防疫安慰劑要現身了 是什麼呢 今天早上美國跟台灣談TIFA 然後睽違五年復談 今天登場 強化供應鏈等等 裡面還會談到什麼醫藥等等 可是我注意到一件事情 在談TIFA之前 這兩天的新聞一直在傳什麼 國衛院要拼代工莫德納 Novavax也在規劃當中 這個國衛院講得更詮細 說我們要在苗栗開一個疫苗二廠 最快三年半可以落成 到時候國內就會 NRNA的疫苗產線 作為戰備疫苗使用 而且你看一個美國爸爸 如果跟我們簽單同意了 我們設廠一年 最快三到六個月後 可以生產年三到五億劑新冠疫苗 我先請問一下 這個有這個 前面剛剛大家在講說 好像你這個疫苗 來一點來一點來一點 大家民眾已經看破手腳 在罵了嘛 那現在換一招 沒有喔 我們有生產基地喔 我們這個美國 要幫我們這邊 不只給我們魚吃 還要教我們怎麼釣魚 給我們釣竿囉 這真的假的 當然是假的 是 我這個沒有任何情緒 也不是說真的唱衰 我真的跟你說是假的 因為沒有 這怎麼 我 如果大家有聽我們幾個 因為你去聽三明治 聽不到這些 我們告訴大家 從疫苗開始來之前 到來之後 疫苗的前世今生 有多麼的坎坷 你就知道 疫苗兩個字 不叫蛋糕 也不叫滷肉飯 不是大家去買一些麵粉 買一些那個肉 回來搓一搓 揉一揉就變肉羹湯 不是把滷肉 做滷肉飯還不容易 我說實在的 老師傅也要他自己的 獨門絕活 那個湯汁滷汁 搞個兩三天也是要的 結果我們的疫苗 大概只要兩三天的 三十倍就可以做出來了 是滷肉飯難度的 三十倍 我講難聽 做我們的水神 都要有專業的技術 不是說自來水打開就有了 那你知道他好像 把疫苗就 廠設好了 疫苗直接就來了 對 你還以為真的是做蛋糕 做滷肉飯 那不可能嘛 我剛剛這樣講 很淺白的大家懂 好那我再來就講 稍微再拿一點點 大家可以理解 做疫苗不叫做滷肉飯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樣子的東西 是真是假 再來 為什麼他要講出這些話 因為現在狀況很糟 民進黨最擅長的 絕對不是針對問題回答問題 同一吧 許甫 沒錯 他最擅長的是 出了問題之後呢 找另外一條路跟你講說 你看這裡 不要看這裡 對不對 然後第三條路就是 如果問題沒辦法解決呢 就解決發現問題的人 他們就是這兩條路而已嘛 所以 現在疫苗狀況很糟 所以 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當你看到民進黨開始 歐龍瑞兜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議題慘了 因為幾乎半放棄了 所以他們才會去做這種轉彎 代工疫苗 我跟各位講 所有包括BNT 光一個BNT的故事就好了 你知道那個是多麼艱辛 多麼的不容易 BNT呢 還試涉了幾個國家 包括一個中國大陸 上海復興 人家在去年的三月份 就已經拿著 八千萬跟五千萬美金 加起來將近四十億的台幣 跑去跟BNT 在德國的小公司 一對土耳其的夫婦 在美國國務院 在印度到處學有所成 MRNA學會了 自己會懂了 發明技術了 成立這個小公司 到德國去 然後呢 還要被人家看到 被人家看到之後呢 上海復興 先投資了 輝瑞 美國看到 我現在是怎麼樣 這個中國我最討厭的 他有辦法做跟BNT 那BNT應該很厲害 輝瑞 夠大了吧 全世界第一第二大的藥廠 在拿著技術跟錢說 我也幫你 所以呢 美中兩個國家 就到BNT這支疫苗 灌注進去 後來才有今天一系列的故事 沒錯 搞了多久你知道嗎 一年兩個月 一年兩個月 就是疫情一開始 爆發沒多久的時候 其實就在做這個事情 二月的時候 已經在搞這件事情了 人家已經把這件事情 專注全部投入在裡頭了 更不用算 請問一下 你知道土耳其的這對夫婦 為了要學成 發明跟所有的 旗刊論文 知道他們會MRNA的技術 全世界懂得這個技術的 懂得這個技術的 大概不超過五百位 我說懂 當然大家看書旗刊 很多醫生都知道 什麼叫MRNA 性死的RNA 但是真的如何去操作 然後很熟知的 全世界大概不超三五百位 而這對夫婦 這對夫婦 是從201415年 MRNA的技術出來之後 中間的佼佼者 還可以找到資金 請問一下 201415到現在 又花了八年的時間 請問這八年 他們的功夫 台上十分鐘 台下十年功 所以他們開了BNT 這家公司 後來才有人去找他們 前前後後總共快十年 結果人家花了十年的功夫 你三四個月 就要把MRNA做出來 你認為這是在說謊 還是在講真的 不要開我玩笑了啦 我覺得台灣政府跟美國 現在把台灣 一些老百姓當作漁民 你們就笨蛋嘛 反正看不懂英文 你只要看到我跟美國人 阿董啊 然後金把閉眼 互相談就覺得好棒喔 感覺在TIFA的附近 放出這樣的消息 好像我們TIFA談的是 這個代工 我們要代工了 好像今天要簽了 然後還喊出幾劑啊 三億到五億劑啊 還有說 如果再過一年之後 我們可以到達產量到 還到十億劑 我真的是 我已經不知道怎麼去形容 跟怎麼去笑這件事情 去年AZ三億劑說太多 現在我們要做十億劑 這是什麼邏輯 我跟各位講啦 所有的億 不是來喊一喊的 不是喊一喊就兩億 來各位我跟你講 我們姑且不講難度這麼高的 MRNA好不好 我們講大家覺得說技術比較傳統的 刺蛋白技術 就是我們高端跟聯亞的這個 那在美國呢 也就是叫NovaVax 說我們要代工耶 你看看 現在NovaVax全世界 第一個喊出要代工的是誰 加拿大 加拿大在2021年的2月10號 已經跑去跟NovaVax說 我 蒙特羅生技公司 幫你生產 而且我憑著加拿大的技術 加拿大算是 美國跟北美 兩個生技產疫苗 算厲害的國家 你知道一年它要產多少你知道嗎 1.81劑 一年1.81劑 那怎麼輸我們台灣這麼多 世界怎麼跟得上台灣 要來跟我們學啦 真的 世界怎麼跟得上 三到六個月之後 我們就三到五億劑了 對啊 明年還可以到十億 你們蒙特羅 太爛了啦 技術這麼差 來跟陳時中學一下 再來 除了加拿大之外 還有哪個國家 歐盟 歐盟現在也要NovaVax 兩億 再來 日本 武田製藥 整個二月份 大家在過情人節的時候 那前後 蒙特羅生技 先掛卡棒 去跟NovaVax 談了1.8億劑 一年要生產 武田製藥 緊接著二月十號 情人節剩四天了 對 也跑到NovaVax去 來你看 武田製藥 武田喔 我再講一次喔 武田喔 武田製藥 從小到大 跟著我們長大的製藥公司 夠大了吧 對 夠厲害了吧 整個東亞 應該沒有幾家公司 比他強了吧 一年幾劑 你來看 許甫你看 一年2.5億劑 2.5億劑 唉唷 你們台灣 哇好厲害喔 換算我們一年最少也10億劑 開玩笑 台灣多差啊 再來 韓國 韓國也加入了 韓國說 哎呀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 大家都要做 對 他情人節剩一天的時候 過了一天之後 你看2月15號 韓國呢 SK 這家公司 大家記得吧 SK飛龍隊嘛 對 看職棒 SK飛龍隊 跑到那邊去跟他談 他說我們協議生產10億劑 你知道嗎 SK是結合整個 就是就是這次所謂的TIFA談的 韓國國家隊 SK結合的韓國的國衛院 整個國家清出場地 清出資源 把所有的資源 全部灌注在這個地方 終於跟NOVAX談了10億劑 大家認為NOVAX一年 將會提供給全世界將近11劑的 對不起 這三家已經全部佔滿了 你聽到我意思嗎 這幾家 這扣打已經用完了 扣打用完了 還是說美國會特別會 N准一個 額外的扣打給台灣 這不是扣打的問題嘛 這是商業問題 我們講過嘛 疫苗叫做Business is business 全世界的需求 大概就是那些數字 除非明天開始 BNT AZ Moderna 嬌生 國衛 那個國藥 科興 甚至呢 那個俄羅斯的 Spring 那個什麼什麼 5號的 5號 對 全部 明天全部掛了 以後 WHO把所有疫苗全部取消 全部有NOVAX 所以這幾個國家加起來 一年將要生產 二三十億劑 所以 全部都需要NOVAX 你相信嗎 我覺得不太相信 BNT沒有個五億八億劑 這把人家當吃素的 AZ沒有個八億七億劑 全世界生產出來五六十億劑 你台灣也要跟著生產十億劑 你覺得可能嗎 你如果稍有點嘗試的人 就知道這樣子的世界 為什麼大家會不知道 因為他喊出一個口號 但是如果沒有我們跟大家講說 這樣 日本 韓國 加拿大 越南 越南也在爭取 全世界大家在做這些事情 你會突然發現 台灣No.1 台灣Can help 果然我們台灣是最棒的 然後就開始麻醉這些人 不管是絕青 台派 高潮了 所以我們說防疫的安慰劑 打下去感覺好像強身健體了 所以你覺得 還要再繼續問我有沒有可能嗎 光看這種世界 各國人家的實力 你就知道人家在做什麼 那我們在做什麼